十个胃病九个寒 两胃药 大补阳气暖胃散寒 帮你挖走老胃病 在说这两胃药之前 你得先明白胃病的根在哪 我们说十个胃病九个寒 可见现在的人脾胃病大多是寒湿引起的 不信的话你就伸出手摸一摸自己的小肚子 看看是不是发凉 或者想想自己平时是不是口渴了 也不爱喝水 如果是 那你脾胃多半有寒湿 毕竟寒湿伤脾阳 阳气就像太阳 阳气虚了脾胃就会发凉 所以你小肚子摸起来就凉凉的 另外脾在液为咸 也就是口水 脾阳虚了不能输送金叶往上 人就口渴 但因为体内寒湿重 所以渴了也不想喝水 另外脾胃受寒后 消化功能自然也会受影响 所以你会开始不想吃东西 食欲下降 或者吃点就消化不凉 开始频繁打嗝 爱气 上个厕所大便也容易吸糖不成形 容易拉肚子 最明显的就是吃点凉的肚子就开始不舒服 翻江倒海开始窜息 严重点的就是胃里搅着疼 所以如果你平时爱吃瓜果海鲜这类寒性的东西 或者喜欢吃冷饮 吹空调 去游水的地方玩 那就应该注意了 因为这些行为一会损伤胃阳 二会寒食侵袭人体 这内需外寒的时间一长 你脾胃就会出毛病 平时应该要注意温阳散寒 补补脾胃阳气 可以用高粱浆和香浮煮水喝 这高粱浆性热 可以温味散寒 把你虚寒的脾胃暖起来 而香浮就是理气宽中的 毕竟我们说寒性凝滞 会影响气血运行 那就容易导致脾胃气质 所以才会胃胀胃痛 所以需要用香浮配着高粱浆一起使用 一边温味散寒湿 一边理气致疼痛 那如果你体内还生成了淤血和痰湿 身上总是时不时有淤青肿块 然后喉咙里痰也多的话 可以再适当加点活血化瘀的药和趋势化痰的药 比如当归和支瓣下 通常当脾胃寒湿解决了 阳气不上去了 这脾胃病也就慢慢好了 当然如果你症状比较严重点 也可以参考中程药 肤子肌中丸 它对于脾胃寒湿重的人 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如果有痰瘀 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搭配中程药调理 但如果你不了解自身情况 那建议你及时限下就医 就不要随便用药了 毕竟情况复杂时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调理才行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